大家沒看錯 分享披薩給大家吃的不是別人 正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川粉從他手中接獲披薩時高興的不得了 川普不甩刑事訴訟 週五高調在佛州舉辦造勢活動 當然就是為了2024總統大選而來 美國總統拜登預計會在美國時間週二宣布競選連任 挑戰最高零總統身份 不過華爾街日報的最新民調顯示 在不滿川敗兩人的選民中 如果硬要選有54%支持拜登 川普只有15% 至於在共和黨內 川普目前也以51%的支持率 領先佛州州長迪尚特一乘三 尤其是迪尚特最近更成為重視之地 原來迪尚特為了鞏固全國升紅票倉 在佛州下令禁止懷孕六週後墮胎 卻換來反效果 甚至傳出共和黨金主希望他別太衝動 如果按照現在的民調走勢 川普還是可能從共和黨初選中脫穎而出 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也將上演川敗大戰 Round 2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